那么电磁铁的南北极家 真的一边吃一边看网客 真的很耻辱 哎呀 终于等到了呀 由于在特殊时期 大家都想让人睡 所以说的话 我也不去外面吃了 所以说我点了这个烤肉外卖 好看他上面还送了一个电烤盘 不过我昨天原本预定时间是11点半 然后现在已经快一点了 我网客一点半就要开始上 所以说快吃吧 我们先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鸡蒸 它好多辣的 鸡蒸菇 OK全部好了 而且他还送了一大堆烤肉的工具 剪刀 两个围裙 然后一堆烤肉的蛋料 然后还有蒜 里面还有油 就这些东西了 OK火已经开起来 这看铁公圣一共是八荤八素 然后价格是188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表面看起来感觉还挺直的是不是 不知道吃起来味道值不值 它里面给那个油感不太好 我们用自己家的油 赶点油 赶点油 爆爆 OK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烤肉了 先用这个油刷上面刷点油 这个烤盘它说是可以多次使用的 我觉得估计也只能用一次 因为它上面质量也不怎么好 先来点肉吧 先来点这个 五花 我现在把那个先风气头也打开了 防止过会儿那个 这个屋里油烟味太大 没怎么吃 没适合在家里面烤肉啊 感觉挺神奇的 这个是那个五花应该 然后这个是赤尖 这个是牛肉 它这个量很少 特别轻 没几片 这个是鸡蒸 然后这个培根很差的 所以说我就不打算吃了 这个是应该腌制过的鸡腿 还是鸡身子 这个是牛肉 听他们说应该好像这个牛肉品质还不错 然后这里还有四只虾 这个虾炕起来还挺大的 感觉像那种黑虎虾 应该还不错过会儿吃起来 哎呀 马上上课了 我要蒸分多秒啊 赶紧赶紧赶紧 这个熟了赶紧直接 这个它比较好硬 就是它这个瘦热比较均匀啊 就是它每个地方它都热 你靠这个牛肉片 哇 这个牛肉真的好少 不仅薄还少 就薄薄的两片应该是 一口就没了 这一片真的太小了 这个应该是牛小地方啊 也上几点 牛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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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几个 先尝尝 这样烤好了 我不行 我不蘸辣椒 不蘸辣椒 尝尝 不蘸辣椒 不蘸辣椒 这个字烤肉酱不是辣椒 哦 我一个人操控不了那么多 它这个肉油脂风味道还不错 这边放点鸡蒸 这鸡蒸看上去感觉有点辣 这牛肉粒好了 加水 完蛋了完蛋了 再翻过来 接这个要翻六个面 翻六个次面 然后上面一共有多少个 数学 一共八个 接说要翻六八 四十八 翻四十八次面 然后平均 就是就是 它还熟得很快 主要 主要 嗯 嗯 嗯 它还好吃 哎呀 真的好累哦 我这 你能不能帮个忙啊 爸爸 这个东西一个人弄真弄不了 嗯 谢谢爸爸 嗯 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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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个酱料还挺好吃的 有这么硬紧紧的味道 最酱料味蕾的那种 这个肉啊 油脂香味 不错 我很害怕 我妈看了这些事 好不怕哦 啊 它为什么就是弄了那么一会儿 它怎么自动暂停了呀 嗯 好了 现在已经1点20了呀 要上网课 边吃边上真的很不怎么说呢 就不太好的感觉 这烤馒头片的感觉挺好吃的 那怎么办 嗯 嗯 嗯 那你们就凑合这看吧 你们看过吗 哇 那没看过再吃一个 嘿嘿嘿 嘿嘿 本来就来 哎呀 好嫩啊 就那种 面肉粉 然后那种柱水那种嫩的 这感觉 他这个应该不是圆圆切牛排上面切下来 往课里开进来 不要 网课开开 他个人很耻辱 嗯 老师说课前20分钟做那个 做一个练习 老师上20分钟应该 讲评吧 哎 那我直接听讲评不行 哦 咦 咦 교 gj 恵王的老师看不越ано 看不到这条视频 我是偏名就是电上网和电视口罩 不要啦 嗯 嗯 哎呦 不用担心我的溜 我科学成绩特别棒棒的都全班全 保守其三名的那种 超勇的 哎呦怎么办呢 爸爸你这吗 我小笨蛋 我小笨蛋 尝尝他这个 好 打虾吧 Skooey 诶 下网课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呀 完了 上不了了 不下了 不下了 嗯 嗯 我是客座 客座都不会练习 那无所谓 那我更会做的 一点都不难 像我那种科学期末考试从来不复习的那种 那我还是很慌哎 这样真的不是很好我这个 但凡这个直播要开设上头我就完蛋了 好了啊我们不等了我们开始了 啊 我们把客座本准备好 客座本的打一个 打了 我们开始下评客座的综合练习 太简单了 下列出 最先迎来黎明的是 太简单了 叫提雪 C C啊 黎明我看错了 我以为我以为是随先引入夜晚 我看错了 真看错 啊 如果改变电子铁线圈的缠绕方向 我们电子铁的南北极家 真的一边吃一边看完 我看真的 很耻辱 而且的话还说让我打一桌 所以说我不吃了 哎呦 不急 拜拜 标出电子铁的南北极 爸爸你吃吧 来看图一的上半部分 关机了 我关机了 这是男生的MG靠近店 哎呦 天呐 这个网课上20分钟是上完累了 那我现在再来吃一点吧 下一节 下一节10分钟后 嗯 这个总体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是第一次想在家里面尝试烤肉的话 还是不错的 不能说很好吃啊 但是还确实挺好玩的 然后它里面这些的食材 里面其实还不如啊 在店里面吃的那些150块钱以下的套餐 所以说如果你想吃的好的话 还是要自己去超市面买更好的材料 然后自己烤着吃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 那些比较good的那种外卖 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室里告诉我 下次我就会去吃啊 然后在家里面吃都好吧 不要跟我说那种带跑腿的啊 那五星级酒店也可以跑腿啊 对吧 哎这下事真的要拜拜了 拜拜 拜拜